高雄前镇区所高中学校的吊扇 变成了恐怖血滴子 有老师上课上到一半的时候 吊扇的其中一个叶片就突然飞了出去 掉落在走道上 把尸身给吓坏了 险些变成夺命吊扇 所幸没有人员受伤 由于这个学校日前才传出了冷气爆炸起火 这回又发生了吊扇叶片掉落意外 校方表示将会全面进行检修 上课上了一半 吊扇的叶片突然喷飞 立刻引起骚动 师生群撒坏了 吊扇的叶片怎么会突然掉落 所幸是吊在走道上没有伤到枕 好险当时吊扇转动的速度也不算快 否则后果难以想上 毕竟会很紧张的骚动 因为就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上课突然掉下来 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都可能会吓到 那我觉得就可能要定时检查吧 吊扇变成夺命血跌子 这起事件就发生在25号 当时高雄前证区浙所高中 三年级的学生约40个人 正在上第三节课 疑似叶片催化 才会随着吊扇转动飞出去 那我们也会针对学校的相关的所谓的教学设备 之外还可怕 学校真的得好好全面检修 确保实施安全 就我目的登明在高雄的采访报道